知道在宜蘭有一尊 全華人世界最大的土地公廟嗎 位在五節鄉的四節福德廟 十五年前打造了一尊 高達十二層樓高的戶外土地公神像 也是當地的信仰中心 每一年都吸引近百萬民眾前來參拜 但是因為多年風吹日曬 廟方花費八百萬元 耗時三個月的時間 重新要收復土地公神像 這樣看 接牌典禮進行到一半 香爐突然發爐 現場信仲歡聲雷動 一味發爐象徵好兆頭 土地公對於神像修復工程相當滿意 宜蘭縣五節鄉四節福德廟 多年來都是當地信仲信仰中心 每年吸引近百萬民眾參拜 有鑑於土地公神像十五年來 歷經風吹日曬雨淋 因此廟方在今年七月 耗費八百萬進行修復 一共使用九十公噸青銅片 一百一十公噸H形鋼 神像總重兩百公噸 此外神像加上基座總共三十八點二公尺 相當於十二層樓高 號稱華人世界最大戶外神像 今年中秋適逢土地公千秋紀念 有別以往打造大神龜祭拜 今年將五十萬元金費省下來 幫助社區弱勢居民廟房希望中秋節能夠人神同歡 記者李柯燕依然報導 有兩百萬元金費 能夠人家 可忠祭拜 國安 被說